小演唱版 9架司機性侵判5年罕冤 25路可已陪葬 司機蘇明成是造成火燒車的關鍵 不要靠近了 離開 離開 火 大得離譜 死了26人 簡報懷疑司機自焚 疾病人之人 发现蘇明成很孤聘 总躲在车上吃饭 他还改过名 3年前性侵女导游 得陪人家90万 拿超募武器 这个人抑制消沉 官司20宣判前 他请了长假 硬口气休24天 收假后 接着第一团就发生火烧车 遗体还验出相当高浓度的酒精反应 简办推断他升假时 得知性被判5年 其本难耐 胡适也曾听他说要过出去 这块火烧车听途 简方还在一一拼凑 尽管找出真相 图巴中心综合报导 好 回来第三集 哇加利公 四个歌 Dabby 嗨 好了Dabby 我知道台湾新闻你少留意的 这宗新闻也很广东 刚刚提到 旅游车上烧生烧死二十几个人 是 总共二十六个人死了 这件事也令到香港有一些朋友很厉害大陆的朋友 说活该死了 烧死了大陆人 我你一道这样说 不可以这样说 是 都是人命的 这是惨的 这件事是惨事 大陆是什么呢 整件事 现在慢慢就揭发了原来司机的宿命性 所谓性侵其实就是强奸 曾经强奸了个女儿导友 五年前 例如判罚款 因为台湾的司法制度跟香港不同 他判了二十三审定宴 他定了宴才要坐牢 他就快要三审 听说他很不利 他又说 反正要坐牢 判五年牢 我就揽炒 因为整件事 因为揭发的时候 我刚才看到旅游车烧得很厉害 为什么这么大火呢 原来 侵查的方向发现了 他在车上放了很多汽油桶 汽油桶 是的 就是摆凸了 原先车上不应该 不预望这么多电油 特意放了很多 他是有些蓄意的 因为宋明城本身是一个继续的旅游巴司机 是的 他就会知道旅游巴其实有什么在上面 是的 所以他根本上是 还有他出发之前 车祸之前 现在是酒精检验了 他是超飙三十倍 即是他还喝了酒 是的 下午喝了很多啤酒 在高速公路银行 在台湾高速公路 喝酒上高速公路一定会坐牢 台湾很严厌的 酒后隔上 是的 很严厌的台湾 而且严厌的很严厌 比严厌的香港是立刻坐牢的 嗯 立刻入育的 所以就是说 赵游行去台湾 就是想着开车的朋友 你不要想着 香港也不是这样就不好 就是各处乡村各处来 一被人吹拳 验到酒驾的话 第一时间坐牢 第一时间的 是不让你解释的 这个宋明城 就因为现在验到酒驾 有 现在是意图攬炒 死这么多人 是 二十几条生命 整件事过瘾在哪里呢 因为整件事 蔡英文总统 他就曾经弄了个幻颜 就叫做点范长超 就给了这个车上面的这个宋明城 宋明城 是没有申请的嘛 阿妹 家里如果有这样的事 你会不会这么死不痕 在大陆 在辽宁 搭这么远车 又搭船又搭飞机 去到台湾 帮亲人办你身后事 还会不会这么死不痕 走去找总统府 哎呀 总统你和我写个幻颜 会不会做这些傻事 嗯 当然不会 那你是人是鬼 你蔡英文 或者总统府的负责人 你写得给这个司机 姓苏的 写得给这个 那你是不是应该全部写一写 是 而且也不是你蔡英文写 下面那群人写的 你全部发一张 或者另外一张 全部有25人 大家好好看一看 是 这些是礼貌来的 是吗 稍后我会再说另一件事 这个是什么礼貌 蔡英文没做 结果肯定是 哄哄声 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总统速度 还有被人救病是什么呢 因为你写给这个司机 这个司机是台湾人 那25人是大陆人 因为这样他不写 他被人引人 这样救病 你多厉害大陆也好 我说Debby 这个人命来的 没错 人命来的 你为什么 老实说你何必去做这些什么 傻事 是的 还有他已经是这样的身份 他在台湾 就更加要做这些事情 Debby你真是正 虽然你很少留意新闻 但是你说这句话 真是很正很正的 身份问题 我去另外一个例子 国民党的是党团秘书长 叫做蔡正元先生 他在立法院 即是香港立法院 就和一个死对头叫做阿建明 就是民进党的 两个人几乎 经常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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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的 蔡正元先生最近丁無憂就是媽媽死 他在殯儀館出殯 很多國民黨黨的大佬都去現場 這些紅白義士一定有人給面 民進黨很多人沒有去 因為炮手 拆台 台灣的政治大家熟悉時打架 你不信我我不信你 柯健明就叫做民進黨的總召集人 立法院的立法委員裡面的總召集人 吹街每個人都聽他說 我們來打架 理論上就跟蔡正元勢手 但是蔡正元老母出殯那天 柯健明一個人沒有代表任何人 一個人一資工 民進黨只有一個 去到殯儀館鞠躬 只有他一個 只有他一個 很多人 記者多事 我還知道蔡正元跟你反面子 立法院基本上是大家上行家撐 你砍我我砍你 人家死老母跟你差事 你都要理 柯健明立刻說 你有所不知 我理會什麼身份 這些場面 怎樣都要到一處 對 這些就是中國人的所謂的禮 是禮節 禮節 像你剛才說的一句 柯健明 這麼討厭 他樣子很討厭 他很肉酸的樣子 這麼討厭的人 他都可以在那一刻 叫做人生最後一程人理 政敵死老母 他都要去到現場 那個功 你蔡英文 你這個身份 你這個總統 是 你捨得作幻額 你為什麼捨得一張 現在你更大 這個人分分鐘原來是 蓄意謀殺 分分鐘是這樣 你這個總統 你這件事你怎樣 你怎樣下台 沒錯 還有背後的目的 不是 你變了來講 為什麼我們跟著來講 你說 在過去這個星期 民進黨因為 你可能沒有留意台灣的政治 去年 今年的1月16日 16日 總統和立法委員選舉 民進黨大勝 民進黨加時代力量 所謂的六型力量 就在立法院裏面 超過三分之二 超過三分之二的力量 他就通過一個所謂的 就是不當黨產條例 不當黨產條例 所以他為止不當黨產 就追溯到1945年前 我第一次說 就是所謂的台灣光復 就是中華民國政府 就重新管回台灣 就國民黨遷台 那時候因為剛剛光復的期間 那麼很多日本正來的東西 日本的產業的東西 就多多少少 當然有韓國大澳的 這些場合 明明這個產業是你的 可能你剛剛先生不在 就是欺負你孤兒寡婦 明明正值一百萬的話 十萬而已 這些日本人的東西 不鬥你也算少了 對不對 再說我槍斃你 現在不是日本人說的事 這些好像英國人說的事 現在是中國 當然是比爺爺的 類似這樣 他就真是遷了很多東西 當時也真的 的確國民黨有一班人 是因為這樣去發財的 但是也有不少 今天台灣的有錢人 好像孤家 還有蔡英文的蔡家 還有一個蔡同榮家族的人 很多台灣今天的富豪 他們的產業 就是那個時候是奪回來的 你說這些不當黨產 是不是應該歸還給人民 或歸還給國富 對 我也認為是對的 所以說雖然很多人知道 我們親國民黨的 但是我也說 一些不應該的東西 你真的應該要歸還 這是公道來的 先不要這麼大反應 但是 問題在哪裡呢 國民黨眾所周知 很多人在李登輝時代 就很有錢 國民黨當時 估計是一千億台幣的身家 當時也有三百多億 全世界最有錢的政黨 就是李登輝時代 最高是800億 國民黨的產業值 但是馬英九做了總統之後 不斷去所謂的 黨產歸零 黨產歸功 甚至將總統附近 國民黨黨部 他由一個不法的土地所得 就這樣轉了出來 賣給曹榮集團 基本上剩下二百多億 現在到 紅手處做國民黨黨主席 現在國民黨黨產 就報稱是166億 現在民主黨黨就說 要全面追殺 凡是跟國民黨有不當的收入來源 都要追殺 那會引起甚麼問題呢 其實有沒有那麼多東西都可以查得那麼清楚呢 沒錯啦 還有因為有些歷史的背景 當時 國共之間的鬥爭 在戰爭年代 你死我忙的年代 黨庫通國庫 很多是很複雜的事 有個時代背景在裡面 你不可以用今天的價值觀 去批評以前的價值觀 是不行的 如果你這樣的話 就很容易 很淵解錯案 就是很容易 很簡單 很簡單 現在的所謂的台灣的台積電 就是張宗毛先生的台積電 他知不知道他是國民黨的黨產 是支持他在台灣建立的 是李國鼎先生 親自當年在80年代在矽谷 在美國 邀請張宗毛先生過來 創造這個產業 就是今天的台灣的中文電腦 八寸晶圓所謂的Acer 那些電腦底板 就是台積電 就是當時黨產給錢 就是借錢給他 低息借錢給他 你去搞吧 好了 你現在說1945年開始追 請問張宗毛要不要追 是 很多 很多的 你華航那些 也是黨產商轉過來的 還有抗下去是甚麼呢 蔣介石 國民黨在大陸拿過來的黃金 拿過來故宮博物園的國寶 是 那些國民黨拿過來的 嗯 那你是不是又要歸給國民黨 嗯 所以南營聽到這些東西 就很怒吵 又說甚麼又要反 我就覺得 就不要怒吵 因為我覺得 現在也無需要 跌入民進黨的圈套裡面 去和他糾纏 他就說 這位 不了解台灣的政治 他都這樣說 你不要去追 你追是沒有意思 因為你一追下去只有兩個結果 南綠之間的仇恨只會更多更深 你這次追得沒有問題 將來之後 四年之後國民黨執政 未必了 八年之後執政 十二年之後 總有一天國民黨會執政 因為民主社會 嗯 你不可能長期都六刑執政 好了到那一刻 你這個仇恨這樣中了下來 我想問 是不是大家又要血淋淋冰雲相見 是 你何必這樣呢 是不是 你 永遠都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 嗯 好像我剛才說過柯建銘 他都這樣說 如果你的黨產條例 你手一筆腎的話 這個就是民進黨的大巨蛋 是 即是台北的大巨蛋 大家也知道了 一獲足 現在搞得好 搞的時候雷星大雨 雨點燒 又說郭隆斌貪污 馬英九貪污 結果一查下去 根本沒有貪污 別人跟著手續 結果現在 搞到一劈糞 搞到現在 世運 即是那個叫做世界大學生運動會 一分鐘搞不成 就是因為你安文哲的述盛 述盛 只要交一些法律 一路拖下去 那就OK的了 嗯 拖著拖著 大家就不了了之 因為你為何 你不能追的 很多東西 你追得可理或是 追得太仔細 又不是大家 是 到最後便冰雄相見 是否才 真是你血淋淋 真是 所以應該要處理的事 就要處理 其實過去的事就 算了 我們應該向前看的 是的 好了 我們跟著來說 就說 很多人都說 蔡英文 很多香港人都說 國民黨是混蛋的 跟共產黨 買台 親共產黨 怎樣怎樣 蔡英文 當時說 台灣就好了 好了 蔡英文你知不知道 上任這兩個月 民望大幅下跌 我們來看看圖片 蔡英文 我怕你不知道是誰 我知道了 女士嘛 第一位總統 第一位女總統 台灣第一位總統 現在大幅下跌 南營有一些 柯製戰專家 或者有些南營的人士 就 因喜若狂 回到廠廠 蔡英文 就說 蔡英文下跌 我們四年之後 國民黨可以當政 下跌到 不滿意度 百分之八十多 喏 我在這裡 細哥在這裡說 雖然我是親南營的 我也這麼說 愛敬物起 你不是因為今天 蔡英文下跌 你是沾沾自起 你應該說 你國民黨 你今天 做些什麼 為中華民國 台灣的土地 做些什麼遠景出來 是吸引你的選民 投國民黨票 這個才是重要的 而不是說 他死了就好了 不要 真的不要這樣想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也不會支持國民黨 因為 為什麼蔡英文 他跌得這麼厲害呢 就是因為上任以來 一連串的 處理問題 處理問題的失當 譬如說 好像剛才那樣 追殺藍營 譬如說 太平島事件 你也聽聞過 太平島事件 連自己的國民 想登上太平島 他說不行 你要45天前申請 45天前 那個海牙都還沒判的 為什麼你突然有45天前呢 又例如說 紅秀柱 作為國民黨主席 好了 你國民不給水 我作為執政黨 在野黨主席 我申請上自己的土地 行不行呢 國防部說不批 那你這些在在 是不是證明了一件事 你是很少家 嗯 還有現在你台灣 因為你要走一條親美日的路線 去引入一些美國的烤喘豬 瘦肉精的豬 聽聞 引入福島 日本福島的受福射感染的食物 換取日本的保護 這樣在在令到蔡英文的民望跌 但是 國民黨人你不要沾沾自起 你面對這兩件事 美國人的壓迫 和日本人的推銷福島的食物 你有什麼策略 你要拿出來的 如果不是的話 人是一樣逼你而已 是 即不是只說 一定要做一些實質的行動 是的 一定是實質的行動 另外一件事 最後一張圖給大家看 也是蔡英文的尾圖 阿殯哥 蔡英文怎樣 你看看 尾圖是甚麼 在那裡吃東西 為何我圈這個圖出來 你知道嗎 我知道 你是在說他 他已經請了 請了他的總廚 OK 回來坐 蔡英文最近幾天 唯有一個救命在那裡說 喂 馬英九 做總統的時候 他吃一個50元的便當飯盒 蔡英文做他就請了6萬元 他請了御廚 來服侍他 聽起來是不是很不對 嗯 這些藍營的人一直都說 你看看我們馬總統 折劍 你蔡英文是甚麼 我是很公道的 首先我們搞清楚一件事 總統府裡面有沒有這樣的編制 即是廚師的編制 是特意煮給總統吃的編制 他的預算是多少 是不是6萬 或者5萬 或者4萬 有沒有這件事 如果是4萬的 蔡英文自己銀行包補2萬 有何不學 是 馬英九不用這件事是去昂究 你不可以因為去昂究而罵蔡英文 大家要搞清楚這件事 我是很公道的 但是蔡英文是人家的父家女兒 他吃不到50塊麵包 有甚麼問題 你叫我今天 你用我深水埗去吃明哥那些什麼 鹹蛋蒸肉餅 老實說我真的不喜歡吃的 因為我不喜歡吃鹹蛋 我更加不喜歡吃肉餅 對不對 有甚麼問題 總之你的制度是怎樣 你就跟著制度 你就不要 老實說蔡英文整件事是怎樣 她是壞的 她是說出來 你賣我自己的銀河包 但是今天被人揭發了 她原來是計算那個預算的 總統府有編列的 她是計算下去 原來是全民埋單的 你早就說就沒事了 我也說我是堅持一件事 制度有在的話就跟著制度 制度沒有的話 蔡英文如果願意自己付錢的 不用到公帑的 我覺得摸一口非胡 你說我請一哥 和我整鮑魚 關那些賤民什麼事 蔡英文有錢的 知不知道 她家族很有錢的 大哥 人家這樣做 請問有什麼問題 就不要因為這些事去挑剔別人 我覺得大家真的要公道一點 總之大家跟著制度 我最重要是說制度而已 不好意思 今天時間都七七八八了 阿妹這樣理 今天阿Ling失聲沒辦法上來 我就撿到寶 摸魚哥 我撿到寶 真是好介紹 整個美女來跟我 四海哥介紹了好多東西給我認識 認識了好多台灣 好多離島的小島的群族 我會認識多些 下次去旅行時就認識 跟著台灣又有好多JASO 我去旅行的時候 就一定要去 如果最近去的話 就一定要去 美食節 是的 美食節 還有你去半日遊 是免費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得 還有四海哥說了很多 關於台灣的政治 給我聽 所以我獲益良多 好 那你做POMO的時候 麻煩你幫四海哥 滑加點工 就絕到兩成力 沒問題 好 感謝你 好 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好 再見 拜拜 想不到日本台灣 都是這麼喜歡這個筍字 他們近年還情迷綠竹筍 貪這個綠色食材 清甜爽脆 和食法千變萬化 例如有冷筍沙律 綠竹筍炒肉絲 鹹蛋炒綠竹筍 說到筍東西 又怎麼少得 晉升這次為大家帶來 超筍的台灣特優級 去學綠竹筍呢 台灣直送 真空包裝 即開即食 想知道 晉升綠竹筍到底有多筍 快點上來MIHK網店訂購啦 好 你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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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